各位好 欢迎收看南岳济世 我是杨叔 2010年4月29号 原定今年暑期党公映的影片 叶温二在全国上映 成为杀尽今年五一党的第一部华语大片 这部由真子丹 熊带领 红金宝 任达华 黄小明联合主演的叶温二 不论是内地还是香港票房 都超过了来势汹汹的钢铁侠二 截止到5月16号 总票房已经超过了2亿元 国产大片 打败美国大片 这在中国电影史上并不多见 然而回想叶温第一部问事时 连制片人黄百民 都对是否能够收回5000万的成本 心里没地儿 叶温二的再度成功 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永春圈的热潮 在下叶温 佛山永春派 师承陈华顺 请各位师父多多指教 为生活我可以忍 但侮辱中国无数就不行 叶温是谁可能大多数人都是看了电影才知道的 向来以出产商人著称的中国南方 历史上却有一位名贯中西 祥韵世界的功夫泰斗 他就是李小龙的师父 永春泉宗师 叶温 叶温是广东佛山的大族富豪子弟 本名叫叶济温 祖居佛山福贤路 号称桑园 桑园大屋连绵好几条街 而桑园叶姓在佛山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在叶温所教的弟子当中 最出名的还是李小龙呢 他把永春泉和其他武术精华融会 困通 根据自己的爆发力及弹跳力极佳的特色 创立了截拳道 凭着一身无敌的华人功夫 率先打入好莱坞 而自此功夫 Chinese Kung Fu 这支广东话 也被写进所有的外文词典 不论在哪里只要一亮出后发制人的永春泉基本功 夜晚的影子便犹如闪电 瞬间呈现在眼前 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水路交通便捷 古来就是中国的四大民阵之一 工商业特别是手工业十分发达 清末时期工人大量食业 黑社会欺压百姓 大量的工人与小商贩们为了身有所依 纷纷入武馆百时习武以武防身 于是佛山地区的武馆空前繁盛 作为武术之乡 佛山是南派武术的重要基地 武术大师黄飞红 张洪盛 梁赞 红小青等等都出自佛山 梁赞是佛山赞生堂药材铺的一位如医 确切地说他是第一个使勇春泉扬名立万 人称佛山赞先生 陈华顺当年是佛山一个找钱摊的小贩 每天手上拿上百金伞钱给人找换 以谋生计 人称找钱华 他是赞先生最得意的名声 也是勇春泉宗师叶问的师傅 文国初年的时候 叶文的师傅 早前华就是陈华顺 就租了我们姓叶 一个厨堂来教荣春 当年叶文他都是很活跃的人 看到早前华在这教荣荣春 他自己就去拜书行 然而此时的陈华顺 并不想收叶问尾图 便提出了巨额的拜师费 一百个龙银 以前的龙银一百个 一百个的时间是很多很多钱的 现在差不多 现在的一个龙银差不多只 五六百元港币 那麽多钱 那实际是早前说是流难业民 他不是说真的收到这个龙银 就是希望他知难而退 那麽小孩子的意思 那叶文听后 他自己捧一百个大银 拿去找师傅拜师 陈华顺 陈华顺被叶文的诚意打动 便收下了这个徒弟 当时的叶文只有七岁 与师傅陈华顺差四十多岁 但叶文悟性极强 勤奋又善思考 武功进展得很快 武德尤其出众 深得陈华顺还心 于是自从受了叶文为徒弟之后 就不再接受任何人拜门学艺 而叶文也成了陈华顺封门弟子 有一次陈华顺 再拿了父亲的药书和武叔叔 去盗了六十两银子花 得知此事的陈华顺 把书赎回来之后 干脆送给了叶文 因为他看准了叶文 是一波相传之人 可以将永春泉发扬光大 六年后陈华顺 临终时主妇大弟子吴仲素 继续教授叶文 吴仲素忠于师父所托 对叶文倾囊相授 而到十六岁那年 叶文远离佛山赴港求学 强遇梁赞之子梁毕 于是天天去找梁毕切磋 结果呢 一连五六天全都输掉了 叶文实在想不通 从此就再也不去了 当时梁毕自己找上门去才发现 原来叶文呢 一个人闷头在重演 钻研比武的种种招式 于是感动之下 就把自己跟父亲梁赞所学的武艺 倾囊相授 后来叶文教徒弟呢 也研系了师父们毫无保留的风范 只要学者有心学技 叶文就会全力传授 他还根据每位学徒的知识水平 接受能力 生理习惯和兴趣 制定出各种各样的教授方法 教授方法 教授方法 是完全跟其他 因为我学过其他功夫 教授方法呢 是怎样灌输给徒弟 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学得好功夫 但是不能够将功夫 去传承给第二代 如果 如果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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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呢 就会 失去了 一些价值 那种 它 怎样去灌输功夫 给我 那种 这个是最深刻的印象 从小严谨的儒家教育 为叶问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 16岁后在香港受到稀学影响 又使他能够用现代科技常识 比如力学原理 几何角度等等 去解释永春泉的法度 并加以融会贯通 最终成就中华武术之大成 永春泉里面 显示到很多八卦武行那些 一般就把它用当初的科学 力学 几何学 就是把它应用到这方面来 调那个徒弟 所以那些徒弟就是学起来就很明确了 不像以前说的那个武行八卦 卖两量费钱 永春泉是一门实而不滑 简单直接和实用的功夫 叶问对出入门者的基本训练十分重视 比如刚传授永春的基本功识 从正确手法 腰马配合到发力运用等等 都没有设时间限制 学习者达到要求后 叶问还会享受新的课程 从不走起 他教徒的过程 比较要求 打好原理最基本的基础 才会慢慢教你 所以他教徒的过程里面 是比一般师傅比较慢的 叶问曾说 对打最重要的是能够快速出拳迎击 所有招工不过是基本技术 到实战时 最快出手才是目的 因此当身在矮小的东方人 面对体力高大的西洋人时 必须发挥敏捷快速 随机应变的特长 叶问教徒弟呢 不会一成不变 李小龙教四百多磅的羊徒弟 当然也有不同的招数 有一次名成立就的李小龙回到香港 就提出要以一间楼履的高架 请叶问师傅亲自示范 全部永春牧人装法 由李小龙拍摄成影片 带回美国学习 但是却被叶问一口拒绝 叶问虽然对专心求学者全力传授 但绝不把功夫当成商品出售 最重要的是不能厚此薄笔 这种大事风范 不但为蒙下弟子所爱戴 更有利于永春犬的推广 他想你再来 不是为这些迷来的 他想知道你的名字 我只不过是个中国人 如果不是交出个李小龙扬名天下 一生低调的叶问 或许还是神龙见首不见位 他不像黄飞鸿被大陆和香港的传媒热炒 成为民间传奇人物 他也不像霍元甲执杖正义 继承家传弥宗义绝技 创立金武门 先后在天津和上海 威震西洋大力时 成为家业户晓的民族英雄 叶问静气内敛 日寇占领佛山之前 叶问是个富商大少爷 靠祖辈的福音度日 像凌冲一样不想惹是生非 他不设管 不收徒 也不爱同闲人动物争夺病历 他把闭门钻研权术 当成个人修为 平时也和当地的阔少爷一样 每天品品茶 先或和人切磋武功 点到为止 历史上的叶问 其实不像电影中演的那么浪漫潇洒 不过曾子丹那句台词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或许才是叶问人生信条的 点睛之饼 1937年7月7日 七七事件爆发 日军就此全面进攻中国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决策失误 继广州沦陷后 博山也随即沦陷 日军侵涨了桑原 失去生活来源的叶问一家 穷困聊道 电影中 叶问在穷困聊道时 曾经得到商人周清泉的帮助 并在他的沙场授徒 在采访中 我们得知 电影中的周清泉 确有其人 就是伦家的姐夫 而伦家也得此机缘 和周清泉的儿子周光耀 一起成为叶问的首批徒弟 叶问的过人功夫 早被日本宪兵队所知 于是想请他担任 宪兵队的中国武术教练 爸爸你以前不是经常打拳吗 为什么现在不打了呀 即便生活难以为继 叶问也绝不接受日本人的接来之识 由于拒绝教日本人武术 日本先民队盛怒之下 指派武术高手与叶问比武 声明 如果叶问被打败 因他们拆遣 无奈之下 叶问只好接受服务 电影中的场景 更多突出的是 民族危难中 普通中国百姓的气节 而实际上 整场比武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 叶问也在对方 伴向闭路时 及时收手 国破家王之时 面对日寇的侵略和黑社会的欺压 人们开始纷纷入武馆拜师学艺 寄个武学来防身 一种尚武的精神应运而生 虽然很多门派并非发源于佛山 但在佛山却得到长足的发展 得以发扬光大 1910年初 有一次叶问及其表妹庶人 共观秋色游行 遇到了当地军阀排长 对其表妹做出不礼貌的行为 当时叶问身穿长衫 体型般保斯文一表 对方便更是色胆包天 上前欲对其表妹动手动脚 这个时候 叶问抢身上前 以勇穿拳法教训了对方 对方当场应声倒地 一向欺压百姓的地方军阀 却突然败在了一个斯文殊胜手上 哪肯咽着下这口气 便更是恶向敢边生 起身拔起枪 那么只见叶问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 握住对方的枪管 并用大拇指力量 直压左轮手枪枪弹 竟然将左轮手枪的枪心压翻了 使其无法发射 叶问的拳头再次打哑了敌人的枪筒 叶问师承名家 拳技高超 且坐檐起行 赢得了武术界同仁的尊重 被称为梁赞第二 1949年 叶问来到香港后 结识了饭店工会理事长梁相 梁相也是无数外号者 得知叶问为永春全 陈华顺门人 马上拜师学习永春全 随后 叶问在香港九龙饭店职工总会 开设了第一个永春班 到香港之后 生活比较艰苦 因为最后要生活 所以有些朋友跟他安排 在香港九龙饭店职工总会 去教文春 当时他最主要的目的 是解决当时的生活 所以就教起功夫上来 官方讨计 全世界超过两百万的人 令永春全 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 是因为吴晓农的原因 有人说 如果不是当年叶问来香港交权 永春全这三个字 就不会在香港 乃至世界如此流行 李小龙也不会有金铬的声望 温叔 我认识了个新朋友 他想跟你学功夫 我带他来见你 进来啊 我想跟你学学 要多少钱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小龙 李小龙是很活跃的一个小孩 当年读书的时间 他经常可以跟小孩 或者有些介绍 爸爸甚至大家动手 有这样的时间 那他就说 他的父亲 李海泉 就担住有人 伤害到李小龙 他的好朋友 张伯唐 跟他说 可以找叶文 但去找叶文 是叶文教他玩功夫 让他将来自己保护自己 一九五五年 十五岁的李小龙 在香港九龙游马地 立达街的拳馆 随夜问学拳 当年的李小龙 相当刻苦 从不缺客 而且总是提早到拳馆练习 在去拳馆的路上 还一路走 一路打拳 以致被人笑称傻子 中国功夫以前 比较传统的一些 很多师傅就不喜欢人文 但叶文是欢喜人民 荣春 用这个梅界去推广 实际上 就 促使到荣春 这么多人学 在世界发展得这么好 李小龙也曾经走过 这条梅界 在岭南五泉十三家中 永春的地位原本并不高 通过夜问和门人的努力 短短二十多年间 永春拳传到世界各地 遍布永大洲 可能与永春拳 潇洒轻盈的套路有关 其实身形矮小 力量较弱 并不妨碍习武 叶文不过一米六三 但身体健壮 内卷十足 钱币尤其惊悍 叶文武功高强 但不善辞令 请他大声演说 比打一套拳还难 他是世家子弟出身 颇注重仪容清洁 从不留胡须 而且举止斯文大方 喜穿深色长衫 在夏天呢 也身着深色中式短装 常被外人当作当铺掌柜先生 或是私书老师 绝对想不到 他是武林一代宗师 永春拳术 从一套女儿家的自卫术 发展到实战积极之上 并在数十年间 急速发展到全球 其门人遍及美英法德 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是中华武术当中 目前影响最大的权种之一 被中外公认为 其余与严永春 严于良赞 胜于叶文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